为回应此前绿营的质询风波 高雄市长韩国瑜伍号 开网络直播解释有关 自由经济贸易特区的问题 并向台行政机构喊话 盼望着在高雄设立资金区 蔡英文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表态坚决反对 引发舆论质疑 操弄意识形态 拖累台湾经济 韩国瑜伍号开网络直播谈 自由经济贸易特区问题 并向台行政机构喊话 盼望在高雄设立资金区 驻高雄经济脱胎换骨 高雄是经济整个脱胎换骨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昨天农委会主委 陈其中也跳出来批 其实正在管理 像这些都是某一个点 他们来修理或者来批判 但你从整个南台湾的经济发展来看 如果真的要做自由经济贸易区 再一次拜托能够选高雄 面对韩国瑜的一赛呼吁 蔡英文却在社交媒体发文 已不能让台湾货和大陆货分不清楚 影响台湾品牌信用为由表示反对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外界纷纷批评蔡英文关门渔民 不顾民众死活 操弄意识形态拖累台湾经济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发文 反驳蔡英文 台湾货跟大陆货不会混淆 混淆的是你的脑袋 质疑蔡英文搞经济实外行 我觉得很奇怪 把原来在大陆生产的 在大陆所做的东西变成台湾来生产 台湾来创造价值 让我们的经济繁荣有什么错呢 事实上台形成机构前负责人赖清德 财英文办公室秘书长陈菊 都曾力推自经区 赖清德在台南市长任内 特别拜访过台经济发展部门 主动建议将安平港纳入 陈菊在高雄市长任内 曾喊出自经区是高雄的契机 高雄最有发展的条件 还曾指明副市长李永德 组成专案小组研究讨论 我们一直认为 自由经济是换区 我想前台湾高雄的条件是最好 高雄最有可能发展自由经济 四换区一定会成功 过去民进党自己也支持至经区 那现在是完全两套标准 为什么今天的陈菊秘书长 会反对过去的陈菊市长 对于韩国瑜议题就被打枪 台媒分析指出 台湾是出口导向型经济 但是民进党把离得最近 最大的大陆市场视为仇敌 硬是要用重重法规卡住大陆市场 如果民进党认为 资金区的构想不好 应提出其他振兴台湾出口的好办法 而不是在业党提出什么构想 就全力打压